- 字幕作词- 字幕组 Hello大家好我是Moyo 不好意思 我跟他在擦脸 大家好我是Moyo 大家好我是永昌 我们这次又再次 欢迎了请的永昌来当我们的来宾 今天呢真的是要来认真开箱这个最近 非常火红火热的话题 就是此复扯铃 因为这一个系统呢在扯铃圈呢是非常非常一个很突破性的大革新 对 永昌你玩扯铃完了 我玩14年了 14年 所以14年的时间里面你有印象中几次扯铃有大革新的感觉 我最早最早的时候以前是玩那种文具店买的那种定走扯铃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去上课 去外面上课 看到有人拿第一款最初的三菱的培铃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培铃还有分正反面 然后有时候想说这个扯铃第一次扯的时候很好扯 第二次的时候就拿反了 奇怪怎么都扯不起来 然后我就把那个扯铃放到反面 就跟那个古灵精怪枪 是什么 对不起 反复无常枪 你不知道 那请看这里 这一次呢 词服呢 里面就是三培铃 对他没有搭载五培铃 对他是搭载三培铃的部分 那我们待会呢 我们就就与他的外表 他的功能 或者是他的一些特点 来做一个测试 实测 实测 然后也请永昌给大家评个分感觉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就先从他的外表开始介绍 好 那我们先来看他这个外观的部分 那他这一次呢 其实跟这个外形跟G2 其实长得是有点像的 形状上是有点像的 那最大的不同呢 两颗最大不同是在轴距的部分 这个培铃这一块呢 他的面积 他的长度 宽度 比较宽 有效的幅度比较宽 跟G2比起来 然后整体的铃碗也比较薄一点点 那零件上呢 是少了这个腰带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外形来讲 看起来是非常流畅 非常舒服的 那这个外形 我应该是会给蛮高分的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里面的构造 因为这个持幅很特别 所以我们就是帮大家观众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打开来了 哇 真的是很酷的 这个新的系统 天啊 这个我们 我们因为 厂商有说我们要保留厂商的一个 那个设计的秘密 所以我们就不公开给大家知道了 好不好 大家就是 也不要乱猜啦 因为这个零件真的是蛮多的 那他真的是用一个持幅的效果 让扯铃呢 稳定性更平稳更快速 好 他真的 台湾真的是很厉害 可以发明出这样的扯铃 真的是很特别 这个软硬度 算是适中的 没有太软也没有太硬 还蛮刚好的 那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开了一颗测试以后 我们觉得大家就是真的不要把它打开来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外观跟轴距 还有他软硬度还有里面的内部构造 介绍完我们接下来就换永昌帮我们进入测试 好我们请永昌帮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续航力 好 好 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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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1分35秒 叮叮叮叮叮 这样算是久了 我记得我们之前测旋风好像20左右 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表面的黏度 那这个动作呢我用一个圆琴玉琳来测好了 声音听起来很好听 就是顺畅的培里它就有一种很顺的声音 就像我脚踏车今天很顺的话 就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声音 然后它的表面是做霧面的 在做霧面的时候呢 它比较不会黏到线 所以是因为线如果去磨到这个灵碗的话 就很容易减速 像我们有时候在做很多招式啊调零啊什么的 它就很容易减到速 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在比赛中的整个 转落的安排 好再来帮我们测试一下灵碗的稳定度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很容易碰到它啊 就一下会爆斗啦 或者是撞到啦之类的 看它灵碗的稳定性 那我先来做做看一个 我当我在速度高的时候 我碰到它会不会有产生不稳定的晃动 好我现在速度运的算蛮快的 我先敲它看 诶 我从来没有这样测过诶 第一次 哦好像还是蛮稳的 它保持的还是很好诶 嗯嗯嗯 它没有很不规则的那种晃动诶 好那我们来运到 急速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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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稳诶 哦有有有有 微动了 开始有一点微动了 可是通常有这种一点点晃动 就只要棍子碰一下 基本上 还是可以接受的稳定 它就会变得完全不晃动 所以稳定度算是高的 还不错还不错 很喜欢很喜欢 好 而且它的晃动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 一点点微震都没有 觉得蛮赞的 那至于 其实我觉得越简单的动作 越能测出 这颗零到底是 水准大概在哪里 像我刚讲的那个圆形运力 它扯起来的时候就 非常的顺 很滑顺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不用多说什么吧 它其实就真的是一颗 高品质的扯铁 呵呵 这么简单就是高品质的 高品质 真的高品质 所以就是以稳定度来看 还有它的一些 玩起来的 顺畅度来讲 它算是很高品质的 基本上我觉得 这颗磁浮铁 它是保留了以前的优点 然后 这次做的特别 就只是做一个雾面 然后就会 线跟棍去抹到 它降低那个零速 那 我们 请用餐还是绣一个招式好了 绣一个招式吗 做个简单的放棍好了 好 这是我自己 新发明的招式喔 好 OK 谢谢永昌 OK啦 好 我们谢谢永昌 帮我们刚刚做了几项的测试 评价后 你对这颗 感觉是 蛮爱的 其实我觉得 每个颜色都 都蛮特别的 甚至设计的颜色都很亮 很适合在开场表演 好 我们一直在抢话 我们再来一次 好 好我们谢谢永昌 帮我们刚刚做了几项的测试 谢谢 好 永昌你对这颗 评价是蛮抗的 直接 取代你之前用的金色fly OK 那 记得喔 大家要买一定还是要买 金色的 好不好 一定要买金色的 支持一下永昌 谢谢 那 如果我们这一集 不然你要不要送一颗零给观众 直接抽一颗吗 直接抽一颗啦 直接抽一颗啦 那老板决定 好 我刚留言了 说 你要关键字要打什么 我们打在资讯栏好了 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 那大家在资讯栏 我们会把抽奖的规则 打在资讯栏上面 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经过了几项测试以后 我们就给他做一个雷达图给大家看一下 分数在这里 我们要在哪里 你喜欢在哪里 好反正 那个后置小编他会把它 后置人也会把它弄上去 看你要放哪里 那我们这边呢 再次谢谢永昌 来帮我们测试 今天的山林磁浮扯铃 掌声鼓勵 耶 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会有更多的扯铃 或者是669还有杂耍的资讯 都在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这一集 再次的谢谢永昌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